下头难 要我说 你玩英雄联盟不下头 你玩他干什么 聊聊呗 一般下期一般聊呗 聊啥有啥好聊的 抽箱兄弟们 聊啥有啥好聊的 没什么好聊的呀 关于转会的事情你不要问我 其他的基本都能聊 关于这个 下赛机什么这种事情 别问我 然后大逼那个事 也不聊 够了兄弟都聊两天了 然后一发现这都不能聊 没什么能聊的了 没什么能聊 就看我下期吧兄弟 我不爆料 我只说发生的事情 我从来不爆料 知道的应该都知道 我也不去蹭什么的 只是你之前就很简单道理 你曾经你之前恶心过我 我没有我没有还 我没有还嘴 那我认为你也是属于什么 这个叫 还击吗 也不算 那就平了扯平了呀 对吧 我又不会抓着这个东西不说 我又不会抓着东西一直说 听说过一句话没有 来而不往 非离也 要有来有往 我这就是离上往来 没问题兄弟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全明星嘛 全明星那个我到现在我都没有 就是我们都没有什么信息 怎么个情况 就是要不要去 就就就 那个官方还没有跟我说 你全明星入选了 你他妈收拾准备准备去 他妈参加全明星 我都没有 我还都没有这件事情呢兄弟们 我都我都啥也不知道呢 你们知道吧 所以你问我 我也回答不了你们 就是我也没有收到通知 那你说我怎么回答你们呢 对吧 我回答不了你们呀 就是我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我回答不了你们 你们觉得也合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如果如果 那个那个官方跟我 就是那个腾镜跟我说 你要收拾准备准备去全明星了 那我就跟你 那我就那我就去了呀 这玩意儿 现在不是说 就你不想去 你也得去吗 强制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呀 没什么好担心的呀兄弟 兄弟们 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吧 明天为什么不 我没开ONAR啊 那他明显是一句玩笑话呀 ONAR我也不认识 那当肯定说当事人啊 没有聊肯定是聊高天亮啊 那高天亮不也是盲僧皮肤运用者吗 那我再说句难听呢 你妈咪 在国内因为一个就是T1的人冲我 那真是闲着闲着蛋疼 闲着没事的兄弟 纯是想喷是吧 想喷了 然后来喷一喷 真没必要啊 你说我护短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是这么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是 那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跪久了 你站不起来很正常 好吧 我之后 弃这住口 那时候她先烙了 我去 我去吧 你dam闻 domin吧